海洋国家都梦想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航母。 但是当今世界又有几个海洋军事大国,能够拥有具备充足战斗力的航母呢?事实上,也只有美国、俄罗斯、中国、英国、法国这几个国家,可以称得上是拥有重型航母的海洋军事大国。 但是中国是海洋强国吗?这得看中国的航母数量,能不能够满足这个数。 美国是世界第一低军事强国,拥有11艘航母,不但都是核动力航母,而且排水量都是10万多的水平。 其他拥有航母的国家,基本上都不超过三艘,和美国对比成极端的态势。 我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已经服役,而第二艘航母002号国产航母,目前还在进行海誓。 那么中国目前只拥有两艘航母,是不是可以被称作海洋军事强国呢? 上一年,著名的局作,也就是张赵忠少将曾经在访问中,被记者提问认为,中国应该拥有几艘航母。 张局作认为,中国虽然是一个海洋大国,但是海洋军事毕竟发展得不够早,所以,即使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航母,但是,必须得有运缩航母才够用。 按照局作的说法,那就是组建双航母编队,一个编队战斗值班,一个编队整修,一个编队处于机动状态,如此才能满足我国的航母作战需要。 虽然我国,目前的航母规模,还不能组成一个编队,但是我国是绝对不会只建造两三艘航母的,在不久的将来,第三艘,第四艘中国航母会陆续服役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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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